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 我等这些治疗 那在新加坡也有中医 然后也有针灸科 然后今天我这部影片就是要教大家 怎么去网路上找针灸科 然后有一家介绍是我今天要去看的针灸科医师 然后他在淡宾里在新加坡的东边 那他当然有很多家 然后他里面有针灸科也有内科 内科是就是看完之后他给你中药的药粉 然后一包一包的这样给你吃 然后你可以按三餐份后 还是按医生的医组下去吃 然后他也有针灸科 针灸科一次不管几针 就是看你的病情状况 一次是收费3块钱 然后还有肿瘤科 肿瘤科就是癌症那些 然后是以中医疗法下去做 然后他的收费也是不一样的 然后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网站 好接下来大家可以在Google 或者任何搜寻引擎上搜寻 新加坡佛教师真诊所网站 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一面首页这样子 然后他是新加坡的佛教人是为了慈善的观念 然后来开设的一个诊所 然后他里面就是很多的一些相关的资讯讯息 你可以在里面看 然后他的地点其实分布 你可以在看地图上面可以分布 东边西边北边南边 在整个新加坡都有 然后大家可以看就是家里自己附近 或是工作场所离自己最近的为主 可以就是点进去看一下他的地址 然后长这样子 然后他本身没有预约 所以都是要现场排队 然后外国人也可以看 所以不只新加坡的居民 PR这些都可以看 然后他没有分任何的身份 你去的时候要带一些相关的证件 然后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下要带什么证件好了 然后这是他们的一些就是福田的一些简介 就有点像杂志他们的杂志这样子 然后每年每月都有 然后这是他们一些就是服观念啊 一些理念传播给大家 OK 然后他也可以爱心奉献 其实不管什么宗教一样 你都可以做爱心奉献 然后他现场有QR Code 你是可以捐款的 然后接下来给大家看 这个是医药服务 他遍布其实蛮多 然后这边有一些 诊证的一些规定 就你要带身份证出 或者是你的证明你的身份 像是护照啊 ID这样子 然后他这边 其实收费我觉得非常的便宜 嗯 然后他有内科的处方 就是我刚讲的中医药粉这样子 然后他是会给你一张诊疗卡 所以第一次看的时候 他会给你一张免费的诊疗卡 是五块钱 之后丢了就要付费 然后这边有分内科 针灸科跟准留科 说费是两块两块起 那他的诊所的总部在给郎 然后他是两层楼的 还有这边是红三啊这样子 红帽桥也有分锁 然后接下来是玉朗分锁 这就在东边了 然后还有三八王 三八王是在新加坡北边最北 然后再来是杜佛 对然后接下来淡冰尼 淡冰尼是东边最东的 然后我这一次去的是淡冰尼区 然后地址在这里 然后是Block的156号 然后接下来就带大家去吧 OK其实这边非常的近 你可以看得到这边对面就是 淡冰尼的shopping mall 三栋都在这里 然后他其实交通非常方便 然后因为他在Block里面 所以你开车进来也可以停车 一样就是脚交通行证这样子就好了 然后这边十字路口 后面就是有一个停车场 然后你也可以在shopping mall的停车场那边停车 然后这边公车 捷运 捷运一样到淡冰尼站下车 然后这个是他们这一间淡冰尼分锁的一个名片 给大家看 然后这个现在给大家看的是 这是他的一个门口的样子 然后一样Safe Entry 然后进来之后 这是他们登记处 嗯 非常的干净整洁哦 然后这是他们的医疗卡 丢失的话会有一个成本费 5块钱的费用 那第一次看医生的时候就会给你 然后这一次我看医生的收据 这一次看医生是11块钱 包含内科的药粉药丸 然后跟我这次珍州的3块钱 对就是给大家做参考啰 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按订阅按分享哦 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 我有影片上转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你哦 请按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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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订阅